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74年在西夏林出土 整个蓝柱是由柱头 柱身和柱座三部分组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残存的柱头和柱身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蓝柱身上的画面非常的丰富 以我们中国传统的二龙细珠为题材创作而成 龙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 它是代表着权力和吉祥的象征 珠子则代表着财富的积累和繁荣 二龙细珠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祥和吉祥 也代表着我们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西夏虽然说是游牧民族 但是一直以来处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接带上 在西夏时期多以中原地区的文化形式为主 这件雕龙栏柱是由整块的白砂石雕刻而成 采用的是潜伏雕的雕刻手法 这两条龙雕刻的栩栩如生 仿佛藤越于云海之中 包括龙的眼睛 龙脚以及龙爪 包括龙身上许多的鳞片都刻画的 是非常的细腻 活灵活现 那么这件雕龙栏柱呢 也是西夏的建筑构建中 非常珍贵的一件石雕艺术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